宗徒大事录 第26章 阿格黎帕向宝露说 准你为自己辩护 那时,宝露便伸起手来,辩护说 阿格黎帕王,我今天能在你跟前 对于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得以辩护 我觉得十分幸运 尤其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习俗和争端 所以我求你忍耐听我 我自幼年以来 从起初在我民族中 以及在耶路撒冷处世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假如他们肯作证的话 他们从很早就知道 我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格的宗派 度着法利赛人的生活 现在,我因希望天主对我们祖先的恩许 而站在这里受审 我们十二支派日夜勤恳地侍奉天主 希望这许诺到来 王啊,正是为了这个希望 我为犹太人所控告 天主即使死人复活了 为什么你们净断围不可信呢 本来,我本人过去也认为 应尽力反对纳扎类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就这样做过 我不但从司机长那里取得权柄 把许多圣者关在间里 而且他们被杀时,我还投了票 我也曾在各会堂里多次用刑 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 而且分外狂怒地迫害他们 知道外邦的城市 在这期间 我曾取得司机长的权柄和准许 往大马市隔去 王啊,时当正午 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 比太阳还亮 从天上环照着我和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跌倒在地 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路,扫路 你为什么迫害我 向刺椎踢去 为你是难堪的 我说 主,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但是你起来 站好 因为我显现给你 正是为了要选派你为我服务 并为你见到我的事 以及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作证 我把你从这百姓及外邦人中救出 是要打发你到他们那里去 开明他们的眼 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 由撒旦泉下归向天主 好使他们因信我而获得罪赦 并在圣化的人中 得有分子 因此 阿格利帕 我对这天上的意象并没有失信 相反的 我首先向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 以及犹太全境的人 然后向外邦人传报 叫他们悔改 归向天主 做与悔改相称的作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犹太人在殿里把我拿住 想要向我下毒手 但我得蒙天主的祝佑 直到今天 我还站得住 向卑微和尊高的人作证 我所讲的 不外乎先知和梅瑟所说过的 必将成就的事 就是墨西亚怎样必须守难 怎样必须由死者中 做复活起来的第一人 将光明传播给这百姓 及外邦人 宝露辩护到这里 斐斯托大声说 宝露 你疯了 学问太多 把你弄疯了 宝露却说 斐斯托大人 我没有疯 相反 我说的是真理和清醒的话 因为王知道这些事 我便向他放心讲论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瞒得过他的 因为这不是在偏僻角落里行的 阿格黎帕王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信 阿格黎帕向宝露说 你差一点就劝服我做了基督徒 宝露说 差一点也罢 差得多也罢 我总期望天主 不但叫你 而且也叫今天听我的众人 除了这些锁链以外 都要像我一样 于是王 总督和贝勒尼切 以及和他们同坐的人都起来 退到一边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 或该监禁的事 阿格黎帕对斐斯托说 这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 早就可以释放了 阿格黎帕